DG拿到表之後怎麼樣呢 他把這個布口袋就遞給了這個售貨員 這個present這個搭配 這是多次講過的搭配 在21課就見過 這搭配叫presen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或者present something to somebody 兩個搭配都行 如果要是somebody跟something長短差不太多 用哪個都差不太多了 如果要是事情比較長呢 用第一個 如果人相對長一些 用第二個 就避免同種矯情嘛 哪個長哪個放後不就行了 百分之中呢用哪個都行 因為它都是兩個字嘛 The decision是兩個字 後面那個the closeback是三個字 但是呢 the closeback呢 它比這個disant要短一些 所以兩場短差不太多 用哪個都行都可以 這個是恭恭敬敬的 我們在第110頁第13行見過 He entered the cell and presented the letter to the aristocrat 他走進了小球市 並且把這封信遞給了這位貴族 這個用的是第二個搭配 而且這裡面也是長短差不太多 用哪個都行 但是意思類似 precent都是恭恭敬敬的遞給他 我們可以想像當時情境 這個敵基來 恭恭敬敬 來給您 這是我帶來的錢 可以想像當時這個情況 好 這個有多少錢呢 it contained300 pound in pennies 這裡面裝了大概300英鎊 但是用辨識的形式 裝了300英鎊 這3萬辨識 成形整他 讓他數 這個就要注意這個in in這個介詞在這不是表示在什麼什麼裡邊 而是用什麼什麼以什麼什麼 是用辨識以辨識這個形式構成的300英鎊 用什麼什麼以什麼什麼 用這個in 是相當常見的用法 咱們可以再看幾個例子 he paid me in cash 他是用現金來給我付的錢 或者說he paid me in dollars 他是用美元來支付的 用什麼以什麼 再譬如說 write it in ink 用鋼筆寫 write it in pencil 用鉗筆寫 write it in English 用或者以英語來寫 你看這都是用什麼什麼以什麼 看來這個確實有in 它有這個含義 本文中正是這個用法 然後呢這個數學員一看算了吧 那我就甭數了 您大殘食言 您給的錢肯定沒問題 但是滴姬不依不饒 他必須讓這個這個售貨員 把他數清楚 好這個他說 he insisted on the assistance counting the money before he left 30,000 pennies in all 他堅持要求這個售貨員在他走以前呢 把這個錢要數清楚 並且一共多少錢呢 一共有三萬便是這麼多 這個句子比較重要 為什麼呢 he insisted on insid on 是堅持要求什麼 這on是介詞 後面出現是 desisted counting the money 是售貨員的數錢這個行為 這個counting 在這明顯是動名詞 因為它是做介詞on的兵語 在這個需要名詞做介詞兵語 但前面加了一個屬格 這個售貨員的數錢行為 加了一個屬格 這個動名詞的屬格 咱們借這個機會來看一看 我們在寫作中和口語中使用時就比較有譜了 這屬格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the assistance就是動名詞的邏輯主語 是誰屬錢呢 就是售貨員 他來屬錢 是誰 加上自己邏輯主語 這個邏輯主語的時候呢 他有時候用屬格 有時候用通格 就普通格 用主格或兵格都行 但有時候可以用屬格 就是從屬格 什麼某人的 那麼有什麼這個區別嗎 咱們來看一看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就如果不出意外的話 一般來說 動名詞的邏輯主語 在正式文體中 一般都用屬格 就是所有格 某人的 他的 requis 或加個什麼PS這種 在非正式文體中呢 一般多用這個普通格 就主動的什麼兵格啊 什麼什麼就用個名詞啊 後面就不加PS了 兵格 或者主格加個him he或者him就好了 就不用屬格了 但是我們在書面中 在新概念英語和考試中呢 咱們一般都是以正式文體為準 就一般不出意外的話 咱們都用屬格 就是所有格的形式 某人的 這個事情的 什麼什麼 當然有些例外 例外情況 咱們一會兒會說 看一些例子 Do you mind my smoking here? 您建議我在這抽煙嗎? Do you mind what's doing something? 咱們以前講過 這個我們新概念三冊裡面 採取的是這個鼠格形式 我抽煙您建議嗎? 抽煙smoking動名詞 誰抽煙呢? 我抽煙 這個my其實是他的 如記主語 但這用的是所有格 這是正式問題 非正式問題呢 可以用Do you mind me smoking here? 這個不夠正式 在寫作中還是用第一個好一些 再比如說 you're falling into the river was the climax of the whole trip 你掉到河裡這個事兒 是我們整個旅行的高潮 最好玩兒的 掉河裡去了 you're falling 在這動名詞當主語 在正式問題用屬格 從屬格所有格 you're 在非常不正式問題呢 這麼說也對 you falling into the river 這個you也是邏輯主語了 但在這沒有用屬格用通格 就用這個普通格 主格 在這個地方呢 是非正式問題 就好了 但是咱們記住 有些例外情況 如果出現下列這些情況 即便是在正式問題中 動名詞的邏輯主語呢 也習慣使用普通格 就直接用一個名詞 或主格 並格就好了 就是即便正式問題中 一般也不用所有格 咱們看是哪些種情況 第一個情況 邏輯主語 它是一個名詞 而且植物的名詞 注意代詞不管 代詞還是用屬格就好了 如果邏輯主語是名詞 而且植物 指事物不是人 這個時候即便是正式的書面語 咱們一般也是用普通格 直接用名詞 就不加PS了 我們看例子 the children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pring coming 你看這個孩子們正在盼望著春天到來 這個look forward to 是盼望 在這裡面這個to一定是藉詞 固定搭配 動名詞是coming 誰到來呢 是春天到來 spring 你看是指目的一個名詞 咱們一般不用spring字 春天的到來 那個PS 咱們一般就不這麼寫了 即便在書面中也是這樣的 這是第一個情況 還有 如果邏輯主語是多個名詞的話 咱們一般呢 就用普通格 直接用名詞形式 後面就不加PS了 因為你每一個後面都加PS 就啰嗦了 就說著費勁了 什麼意思 咱看例子 Do you remember Mary and her mother coming to see us last June 你還記得去年六月份 這個瑪莉和她的媽媽來看望我們嗎 看望我們嗎 這個remember 後面需要一個名詞做兵語 這個中心的名詞 動名詞coming 是誰來的呢 邏輯主語是瑪莉和她的母親 注意她的邏輯主語呢 這個如果單獨是瑪莉的到來看Maries 她的媽媽呢叫her mother's 後面多個叫PS 但是兩個這個名詞放在一塊 你說Maries and her mother's 就特別別扭了 所以多個名詞 當這個動名詞邏輯主語是 一般咱們用普通格 就是直接用名詞本身 就不加那個PS就好了 這是第二個情況 還有第三個情況 如果這個邏輯主語呢 是用S結尾的名詞 本身都有一個S了 咱們一般在後面就不加那個P了 更不能加PS了 這是一個習慣 我們看例子 It's a disaster The boss is shutting all those factories 前面這個it 是邏輯主語 這是個災難 後面是用動名詞短語 做真正主語的 什麼是災難呢 關閉所有這些工廠 是個災難 但是誰關閉呢 這些老闆們關閉這些工廠 這個the bosses 是做動名詞shutting 它的邏輯主語 但注意它是複數 就構成了S結尾了 這個一般就不是the bosses 後面再加品 一般就不加了 更不能加品S了 對吧 好 這是第三個情況 要記住啊 這是特殊情況 第四個情況是 邏輯主語 如果跟動名詞分開 就中間有其他詞 跑到中間來了 那麼這個時候 這個邏輯主語 一般也是用普通格 而不用所有格了 我們看例子 I remember mother once telling us a story about a fox 我記得呢 媽媽有一次曾經跟我們談起過 有關於這隻狐狸的一個故事 你看 我unremember 它的編語是telling us telling 這個動名詞 我記得呢 告訴我們這個故事 有關狐狸 誰告訴呢 是媽媽有一次告訴我 如果沒有中間這個once 我們就mother is telling us 就好了 但中間有個副層once 風格開了 那麼這個mother 一般就不加pures 這是這麼一個情況 就是與邏輯主語 跟動名詞 中間動名詞分離 最後一個特殊情況 就是邏輯主語 如果是不定代詞 就是像someone everything something 這種不定代詞 或者是指示代詞 就是這個那個 這些那些 比如this that 這個時候 我們這些邏輯主語 一般來說也不用束盔 就是不定代詞 或指示代詞 當主語的時候 當動名詞的邏輯主語 這個時候一般也是用這個普通格 而不用所有格 我們看一下例子 they complained about everything going wrong 他們在抱怨 go wrong 咱們講就出故障 出問題了 他們在抱怨 每一件事都出問題了 這about是個介詞 後面動名詞形式 going going wrong 但它的動作就是 每一件事everything 是個不定代詞 咱們一般就不說everythings 咱們聽著就覺得這便扭了 是一般不能用 不定代詞也一樣 比如說 he disapproved of that being said about Mary 他對 關於馬力說的那些話 他不同意 disapproved of 就不同意 這of是介詞了 後面呢 中心的這個名詞是 being said 被說的 關於馬力那些被說的話 哪個那個被說的話 你看它的邏輯主義是that 是一個指示代詞 就這個那個 這個時候 咱們一般不用that 就用that 就好了 記住 這是五個情況 好 那麼 但是 除了這五個情況之外呢 咱們記住 一般來說 在正式的書面中 咱們動名詞的這個邏輯主義 一般是用鼠根 所有根的 像本文中這個 deassistance 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這個售貨員的屬嫌 是他堅持要求的事 對吧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個堅持要求 insid on 是堅持要求某個東西 後面的家名詞動名詞 我們說insid 後面一刻加避譽從句 insid that 加避譽從句也行 但加拿大從句的時候 有什麼變化呢 大家可能又回起來了 林老师說過 堅持要求 或者表示什麼命令 或者表示這個建議 建議要求命令 表示這些含義色 那麼其後的避譽從句中 中國是不是用should do型的虛擬器吧 避譽從句的異譽動詞 一般用should do 這個should 在英國有也行 沒有也行 在美國一般是去掉 所以本文中 如果補充權了的話呢 he insisted that 加避譽從句了 這麼改也行 the insistent should count the money before he left 也可以把should去掉 而且在美國是必須去掉 the insistent count the money 直接加動詞原型 就好了 這是這個這個這個 這兩個情況變化 那兩個說法都行 都可以 類似的變化 我們在二十二課中 也出現過 比如說 咱們看一下 這個 110頁的第八行末尾到第九行 even though the noble was expected to read a letter at each performance he always insisted that it should be written down in full even though是儘管 儘管這個貴族每次演出都應該把信讀一遍 他總是怎麼樣 堅持要求 怎麼樣 看 it should be 這封信應該被完整的寫好 這個should 我們一看是英聯邦的用法 因為在美國這個should加上就錯了 在美國應該改成 can you sit that it be written out 這個should被去掉就好了 好 這是複習 那我們看看在當年的這個 書後題就出現了動名詞 在這個家族就出現了 咱們看一看當年的22號的書後題 好 跟老師翻書 113頁的第五題 往前翻 113頁的第五題 好 快些啊 113頁第五題 他說 he always insisted 什麼 info 首先呢 把這個c排除 insit不加to do insit要么加on 或upon 要么加併譽從去 把to do 這排除c排除了 第一選項 在加拿大從句可以 但裡面用would have to 這根本不通順嗎 那b從就必須用適度的虛擬 用would不可能地排除了 a和b都有可能是正確的 insit on是可以的 但是 a和b哪個正確呢 如果用b的話 on writing it out 他堅持要求 要把信寫好 那是他自己寫了 你沒有加路律主義的話 那肯定是主句主義了 他堅持自己要寫信 他不是堅持自己寫信 是堅持信要被寫好 誰寫不管 信要被寫好 誰是不是應該選a呢 on it being written out 中信的動詞動名詞用的被動 being written out 是誰被寫呢 信的被寫 用的是這個 its 這個地方是正確的 你看 he went on its 這個地方加了 所有個兒 儘管是植物 但是我們說植物的名詞 一般不加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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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兒子 但如果要是代詞的話 依然是用 所有個兒 用鼠個兒 他的 而不用 單獨用it 除非是不正式場合 用it 再用it 好些 這種 動名詞的邏輯主義呢 在新幹線三策中 也是屢見不鮮的 咱們再看另外一顆書中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252頁 56頁 252頁的第23行到第24行 出現這麼句話 next came a horse swimming briefly but we were afraid that the strength of the current would prevent its landing anywhere before it became exhausted 又看到了吧 又出現一個 隨後又來一匹馬 非常勇敢的在游泳 但是我們擔心 加冰雨總句 所以這個水流的力量 可能會怎麼樣 prevent 會阻止 阻止後面加了個冰雨 這冰雨是landing anywhere 在任何地方上岸 誰上岸呢 就有邏輯主義 是這本馬上岸嘛 所以這本馬的 its landing anywhere 這個地方用的是 是樹根 所有根 他的 除非是不正式的英語 可以用it 正式書面語 its 考試中用正規寫法更好一些 儘管植物 但是它是代詞 所以還能用樹根 如果植物是名詞呢 就不用樹根 用普通根就好了 好 那麼這個 這個樹後題呢 56克的樹後題也出現了 它不用動名詞的形式 它用的prevent的搭配 我們再看一看啊 就是255頁的第七題 好 往後翻 快一點 255頁第七題 咱們看這題怎麼說啊 the strength of the current would prevent 這個水流的力量 所以阻止它怎麼樣呢 後面加編譽重句 prevent that it landed 阻止加編譽重句 這搭配也是不通順的 阻止它後面一般 prevent不加編譽重句 你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那個B選 B選上正確了 prevent it from landing anywhere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用這個固定句型 就後面沒有動名詞 都沒說了 這個prevent somebody to do 沒有這個搭配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這個prevent 後面the landing of it 它的登陸 它的著陸 這個一般也不這麼說 它登陸在任何地方 如果它的登陸 它的著陸 你後面的anywhere又不同了 什麼叫the landing of it who anywhere呢 那後面有anywhere 那anywhere去找誰去呢 所以D也不通順 只有選B正確 選B用了固定搭配 preven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就不用動名詞做編譽了 這個都可以 好 這一共是三萬 這個三萬辨識 in all是總計了 加的一塊三萬辨識 這是說了一個有趣的事 後面還有一個事 也是 就是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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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場合 我們看後面 On another occasion he invited a number of important critics to see his private collection of modern paintings 這個occasion 咱們多次說過 就事情發生的這個場合 而且一般借詞多跟on 或者是upon up open那個upon 搭配都行 那麼在另外一個場合 他邀請了一些非常重量級的一些critic critic就是評論家了 一些評論家來參觀 他的私人收藏的當代繪畫作品 這個collection在這用的是名詞 他的當代繪畫作品的收藏 收藏是名詞 但是中國人不喜歡用名詞 咱們詞性調整一下 把收藏換成動詞 他私人收藏的這個當代繪畫作品 這就好了 好咱們看下面一句話 下面一句話說 This exhibition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the press for though the pictures were supposed to be the work of famous artists they had in fact be painted by Dickey 這句話比較長 咱們先看看語法成本的分析 這個逗號前面白色的依然是句子主句 這次展覽受到了新聞界廣泛的關注 受到關注 咱們再次出現受到得到遭到 receive加名詞 the press呢 是表示新聞界 輿論界 in the press 就是在新聞界 這藉詞做壯語了 這新聞界 咱們一會兒會說 咱們前面是父親講過 第五課說過 然後呢 那逗號Four後面還是 依然是傳統的Four引導的 緣雲狀域從句 用逗號跟主句分開 然後緣雲狀域從句裡面 牽套了一個讓步 狀域從句 就裡面都引導的 儘管這些繪畫被認為是 那些著名藝術家的著作作作品 逗號 然後Four裡面跟著的主幹結構呢 他們就指這個picture來 他們其實呢 是迪基自己畫的 他自己的房作 是這麼一個 好 這裡面這個 首先有一個簡單的複習 就是我們看receive 加名詞表示 受到了 得到了 而不是收到東西 這個是老知識的複習了 23課就看過 我們看看114頁第9項 114頁第9項 他說 沒有任何生物得到的表揚 和這個遭到的謾罵 能夠超得過這些常見的 花園的蜗牛了 得到表揚receive praise 遭到罵罵receive abuse 得到遭到 他並不是收到東西 而是抽象的這個含義 這在第23課 咱們講過是複習 還有呢 在第8課 最早是在第8課見過 受到熱烈歡迎 咱們再複習42頁的最後一句話 42頁的課文最後一句話 這些年輕人 他們喜愛山區的寧靜 在聖伯納德修道院 總是能夠受到熱烈歡迎 receive a warm welcome 這在第8課 咱們也講過 這是複習 然後呢 在新聞界 受到廣泛關注 in the press the press 新聞界 咱們是在這個 第5課 事實數據 那棵書 就記者被逮起來 那棵書 咱們講過 而且我們當時受過一個固定搭配 叫做freedom of the press 就翻譯成新聞自由 就好了 新聞自由 這個結構 我們在未來第45課也會見到 咱們前面舉過這棵書的例子 就是208頁的課文第一句話 就208頁第一行到第二行 課文第一行到第二行 他說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y effort to restrict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re rightly condemned condemned 咱們此課程剛講過 就譴責 他說在democratic 民主的 在民主國家 任何的努力 什麼努力 要去限制 restrict 是限制 限制新聞自由這個努力 rightly 就應該應當 這是負責 都應該被譴責 好了 你看這新聞自由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press的新聞界報信 得到的新聞界廣告關注就好了 因為呢 low 這個後面簡單 儘管這個繪畫作品被認為是著名藝術家的這個著作 有的人藝術家的很多著作不可能一個 那為什麼work用後面沒有加s呢 因為這個work這個詞 如果表示作品或者著作或者作品 這個時候可數不可數都可以 他既可以表示一個兩個的作品著作 也可以通稱表示著作作品 不可數名詞也行 在本文中選擇的是用不可數名詞形式 也是可以的 記住啊 work 表示著作作品 可以當不可數名詞 他其實他們都是第七字句話的 他為什麼這麼做呢 it took him four years to stage this elaborate joke simply to prove that critics do not always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最後一句話咱們還是看看語法成文分析 這個前面一直到joke 只結束 這明顯可以看到句子主幹結構了 it是形式主語 這花了他大概四年時間 哪個是呢 to stage this elaborate joke 來策劃這個精心設計的玩笑 這個畫橫線不是真正主義的 elaborate就設計非常精巧的 細節非常多的 非常精細的 這個stage呢 我們講過就organize了 策劃組織把它搬上舞臺 這麼個意思 然後呢 後面這個協定 simply to prove 一直到句末明顯是動詞不定式 做目的狀語了 只不過呢 在目的狀語裡邊 還牽套了一個兵譽從句 就是nat引導到句末 最後 prove的兵譽 證明什麼呢 藝術家們 這個評論家們 並不總是知道什麼呢 後面畫橫線的部分 明顯是牽套在兵譽從句中的 另外一個兵譽從句 牽套在奈海從句內部 他做Node的兵譽 並不知道他們究竟在說起什麼 評論家們評論這個半天 沒人看出來其實是假的 說明評論家有的時候 胡說八道 這麼一個 這個 我們有的時候可以這麼說 把本文中可以改成 critics do not always talk sense 這評論家呢 並不總是說的對的 後面這個搭配叫說的對 說的有理 我們可以大聲讀一下 talk sense talk sense 就說的對 說的有道理 也就是評論家們 並不總是說的對 或者文這麼說也行 評論家有時候胡說八道 就critics sometimes talk nonsense 這個固定搭配也是一樣 叫胡說八道 咱們來讀一下 talk nonsense talk nonsense 就評論家有的是純粹是 滿嘴跑火車 胡說八道 但是他花了四年時間 就為做這麼一個事 也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一般人恐怕沒有這個耐心 但是我們看到 他確實讓那些勢力小人 遭到了懲罰 讓那些很虛偽的評論家 顯了揚像 出了揚像 確實替老百姓出了一口惡氣 所以點題了 他真是一個 lovable eccentric 可愛的怪人 三十一課裡面出現了好多重點的知識點和劇情 既有舊知的複習 也有新知識的講解 非常的充實的一課出 建議大家把視頻多次 反覆看一看 我們把重點知識點能夠多次複習 直到把它掌握住 好 三十一課 謝謝同學們